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而黄马准备接手 目前伊斯科在黄马的位置已经比较边缘 他并不是提打内在中场主要的首发选择 而另一边安切落地非常希望将其招致麾下 同时J罗的成功转会也为伊斯科的转会提供了不错的前景 平还是那个观点2000万欧要是能签到伊斯科那当然是大赚 不过个人觉得伊斯科并不是埃福顿目前的刚需 李沙利松是埃福顿绝对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太妃堂还需要在转会市场上寻找一位具有盘带能力的编路爆破手 2.拉莫斯拉莫斯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消息 AC米兰希望免签黄马队长拉莫斯 同时巴黎圣日尔曼也在密切关注 水爷的合同将在2021年夏天到期 不过他还没有与黄马达成续约协议 拉莫斯希望得到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 但黄马还没有想好是否要去约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马尔蒂尼已经出面 与拉莫斯的经纪人进行了会面 不过报道也指出 水爷的要价在税后1000万欧年薪 这对于米兰来说几乎不可接受 凭拉莫斯的状态没得说 还是很稳 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中卫到了34岁的这个年纪 续约确实得慎重 个人觉得黄马有必要在留水爷一至二年 一是再带一带瓦拉内和米利堂 二是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找接班人 米兰的话 水爷的工资太高了 3.布雷默 利物浦 布雷默根据The Athletic的消息 利物浦希望在明年东窗牵下都灵的 巴西后卫布雷默 目前利物浦遭遇了 已经不能用严重来形容的伤病 就拿后卫线来说 范黛克和科麦斯赛季报销 法比尼奥 阿诺德 罗伯逊均遭遇伤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克洛普不得不选择在东窗 引进一名中后卫 现年23岁的布雷默在近两个赛季 都是都灵的绝对主力 目前身价仅仅仅为500万欧元 不过报道也表示 埃普顿也在密切关注布雷默的动态 平 好家伙 现在对于利物浦来说 真的只要是个后卫就行 其他转会传闻 巴卡约科 根据著名记者斯基拉的消息 纳布勒斯方面希望 以永久转会的方式 签下切尔西 中场巴卡约科 蓝军方面的要价为2000万欧元 马斯切拉诺退役 北京时间11月16日 前利物浦 巴萨 河北华夏幸福后 为马斯切拉诺 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 正式宣布退役 马斯切拉诺的职业 生涯开启于河床队 最后在利物浦和巴萨 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并于2018年 加盟河北华夏幸福 平 祝好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